其實我們哲武的攝影志工 嘉惠大朋友也提到 318當天其實我也參與在其中 那其中是另外一個 冷掉了 其實318當天 這場運動我想說他改變了我們台灣社會非常的多 當然這場運動改變了台灣非常的多 可是其實我們也必須要講說 其實是台灣過去這十幾年來 台灣的公民社會不斷的進步 不斷的逐漸的深化 所以改變了我們對於民主的態度 我們對於民主的想法 以及我們對於很多事情的立場 包含我們對於我們應該要形成什麼樣的一個國家的立場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318它是一個 我不敢說它是一個歷史的偶然 那可是它確實在我們這個歷史當中 它佔據了一定的位置 那可是我們在兩年後的今天 我們看到說我們回顧這兩年多來 從318一直到現在兩年多來 我們也看到2014年的11月 九合一選舉 這一場大選裡面 我們看到有許許多多的 改變的可能 從縣市的層級開始改變 那當然就從縣市長的部分 但坦白說我必須要講說 我們地方政治還是從根爛起 到現在沒有做任何的真正的改變 因為我今天早上 應該說我今天早上 我這兩天我人都在台中市議會 看台中市開議會開臨時會 有空我待會可以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們看到地方政治從根爛爛爛起 我們代表地方的 我們是指甲市喔 地方的市議員的程度 我必須要這樣講 他的程度喔 我不是講他的學歷 我是說他問政的品質的這個程度 有多低落 作為一個很基本的公民的一個 基本的程度就好 我看到他們民主的素質程度 是多低落 我不能說所有議員都是這樣 但是我看到多數的議員 表現出來是這個樣子的 那地方的政治是這樣 那可是我們也看到說 在今年的1月 尤其在從去年開始 有許許多多主黨的運動 這些我們媒體上說第三勢力 這些不管是綠黨、社民黨、時代力量 或其他包含激進、側翼 等等的新興的政治的團體 開始逐漸在 用透過參與政治的方式 期待進到體制內來改變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 我們看到台灣的政治 開始有改變的可能 然後在今年1月 證實的這個改變 確實非常的大 國民黨獲得的 前所未有少的席次 35席 可是國民黨倒了嗎 國民黨沒有倒 它有35席 它有300多萬票 也就是2300萬人的台灣 它其實還佔據很大的一部分 那我必須要講說 可能我們對於這些政治的想像 對於包括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公民憲政會議的起落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還是回歸到 我們這個正常的一個國家 必須要擁有一個正常的體制 也就是說憲政的體制 大家到底是怎麼去想像 不管你是嘗試從憲政的改革的做法 或者是說我們認為 我們必須要透過制憲的方式 這些東西其實在過去這兩年多來 包含這個像恩恩這樣在線動我們的團體 他們透過不斷的在全台灣各地 各個縣市用草根的方式進行小型的做法 有點像我們今天這個樣子的東西 小型的做法 累積我們當中彼此不同的意見 因為我們在公民社會裡面 我知道說你我 我們意見會有很多的差異 可是在這個差異當中 我們如何再去尋求我們可能擁有的一些共識 透過這些共識來建立一個 我們所想望的一個社會 我們想要的一個國家 那我覺得今天 包含楊毅 高毅 高毅 對 他們待會會做一個很精彩的分享 那因為我覺得我們今天的人 是一個比較精實的一個人數 所以 我覺得很好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我們可以 有很好的機會做討論 做一個很紮實的討論 所以 待會如果他們在講的過程 我覺得 因為通常我們是等講者講完 然後再來跟大家做QA討論 類似這樣的 那我覺得也許我們可以做一些調整 就是說 待會在講的過程裡面 你如果說對於他們談的內容 你有任何的意見或問題 我覺得就隨時反應 好不好 你不是很懂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隨時提出來 或 你即使不認同的地方 你也可以提出來 那我們來就是做一個 正正是回到公民憲政會議的模式 來做一個討論 好不好 好 那我現在就先把時間交給恩恩 OK 好 大家好 那個 剛剛 總理講說 今天人比較矜持喔 我要講一件事情來鼓勵大家 大家知道318為什麼會發生嗎 因為反服帽 然後318的前幾天其實就是有一群人 他們為了反服帽 就是人大概可能就是這邊這麼多 然後也許晚上多一點 然後一直到317 318當天這樣聽懂的事情 然後大家很生氣晚上才衝成功 所以大概現在才幾點八點而已 還沒有還沒有到那個時間 所以就是人少我覺得這個不是什麼問題 就318從也是從這麼少少的一些人開始的 然後在我開始講之前 我先也是有點小工商服務 因為剛剛發展好像有兩位老師 然後我剛剛我今天白天其實在高雄 然後參加一個工作坊 就是去幫忙一個工作坊 那也是跟公民老師有關 跟國中小老師在校內用審議民主的方式去做他們的教案 在討論 對然後非常希望待會可以跟老師交換一下聯絡資訊 就是可以 對因為我今天其實下午真的非常感動 看到審議民主的推荒 是真的落實到非常年紀非常小的地方 而且他們做的 看到那種教育的熱忱 我覺得很感動 對所以小小的小小的工商服務一下 希望可以多多跟老師接觸 然後也在工商服務另外一件事 下個禮拜三 323的晚上大家都知道是神聖院世界兩周年 那在台北北平東路 就是在捷運山島寺附近 那有一個晚會 這個晚會 不是什麼組織 很大的組織發起的 他其實就是當天在行政院被打的那些傷者們 他們這兩年 他們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去修復自己的傷口 然後去反省國家暴力 然後在下個禮拜三的晚上 在北平東路附近那邊會有一個 類似環境劇場的方式 帶大家重新再度回復323的行政院 晚上那天國家暴力的現況 那所以下個禮拜三晚上 如果沒事 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到台北去參加這個晚會 好 那就進入正題 剛剛有非常多人提到318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也要跟大家一樣 來談一談五 先談一談五跟318 我叫許恩恩 本名 不是錯號 也不是義名 然後我真實身分是新大社會所研究生 現在碩123歲 然後在限動謀事兼職的執行秘書 對 然後我是大概大學十七 大學四年大概都在搞社會運動 然後搞學運社團 對 就從文靈認識靈王家開始 就是從小就是一個暴力 大概在大三下學期 對大三下學期的時候 參加318 然後 我在318裡面的位置也是蠻特別的 嗯 顯然我不是學運明星 對 但是我在那佔領的期間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一場裡面 那我的工作 我基本是全力核心 我沒有辦法決定運動的走向 但是我那時候在一場裡面單月的工作呢 是一個非常 非常麻煩的一個工作 就是我每天晚上負責做會議紀錄 開會主持 然後去統合議場裡面的各個工作束務小組們的狀態 就是大家知道議場裡面有媒體組 有物資組 有清潔組 什麼組什麼組 每公組非常多的組編 可是 議場當時的狀態是 你每天都是一個很高張力的強度的工作嗎 就是內憂外患這樣 所以其實每天晚上我們都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去重新盤整 我今天做了什麼 明天要怎麼辦 對 那我當時就是在一場裡面扮演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我覺得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跟我未來 不是未來 後來為什麼會變成縣鬥蜜術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關聯 對 好 那我就先直接先進入正題 我可以站著講嗎 就是 因為這樣要最多轉口 所以我有點愛 就是 好 今天就是主題是這樣 就是太陽花運動兩週年 公平憲政會議的起落落落 就不是起起落落落 是起落落落 因為落比較多 然後還是要很巴苦的講一下 那這個團體先動盟是怎麼來的 就是2014年3月24號 那時候有一群人在議場裡面開了一個 要召開公平憲政會議的訴求 我沒有參與那個東西 我其實到很晚才知道這個東西 大家還記得318的訴求 四點是什麼嗎 快回圖帽 快回圖帽 先立法再審查嗎 然後制定兩岸協議建築條例 召開公平憲政會議 對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召開公平憲政會議怎麼來 我其實也不太清楚 然後2014年的4月6號 剛剛那個攝影的那個大哥 不知道是不是忘了名字 就是有講到 其實場外那時候有 每天都有非常多的論壇 或是街頭民主教室 那4月6號那天是最大規模的 在錦南路上青島公路上有一個 超過1000人的審議的論壇 那那些審議的東西 其實就是包括我們公平憲政會議 應該要怎麼開 大家對公平憲政會議的想像是什麼 那覺得台灣有哪些憲政議題 是非常需要改革的 那這邊有看到一個人 他就是用了很奇怪 做一個很奇怪的動作 有人知道那個是什麼嗎 這個是華爾街手勢 這是在某一種類型的審議民主的討論場合會使用的 待會你會看到更多的這種有沒有手勢 好然後這是2014年就是318街頭 就是佔領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 一直到2014年的11月 有二三十個NGO醞釀了非常非常久之後 我終於成立了公平憲政推動聯盟 那也是在他正式成立的那一刻 我才成為他的兼職的秘書 為什麼是兼職 就是我們只請了起一個兼職 然後當時就是喊錯這樣的訴求 有下而上全面獻改 這樣第一門看兩步到位 我再小小的講一個點 為什麼錢會這麼少 憲動盟不是一個立案的獨立的團體 他靠的是十幾二十個NGO 在他們自己推議題的同時 他們還花一點額外的時間來推獻改 所以其實你說他資源很少 確實是錢非常少 可是那些NGO的工作者們 他們也是犧牲自己的時間 然後把他們的精力資源 花在這個現代運動上面 就是這次特別要講的 憲動盟就是不是我成立或是我怎麼樣 我只是一個秘書 真正的核心其實是 一直持續在運作的各個公平團體 好然後我要為了讓大家 就是稍微再清楚一點 就是憲動盟到底做了什麼 我在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從兩年前 也就是318運動結束 大家剛才看到的那個街頭論壇之後 一直到九合一大選前 我們走的路線叫做草根論壇 就是在全台各地辦審議民主的主持人培訓 然後辦各種議題地方議題 然後還有些憲政議題的草根論壇 那到九合一大選之後 然後再到去年的六月休憲破局前 也就是從14年的11月到15年的6月 這段期間因為為了回應政治局勢 政黨想要修憲 所以我們該做了修憲倡議的路線 然後到去年六月到現在呢 則是走一個程序法的路線 程序法的路線 是待會高一會幫大家介紹的 好那我就一個一個階段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階段憲政草根論壇 他基本上就是為了要落實由下而上的精神 也就是那時候318大家覺得說 都是精英在凶現 都是精英決定真知 那我們現在要一般的人民也參與 所以由下而上的精神 你們一定看不到 不過總之就是說 這是我們辦過的一些論壇的場次 然後什麼主題都有 然後這是我們一般會有的流程 簡單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想 因為大家來這邊責務 我想也都很習慣 就是一種群眾可以很深入的參與人 那我們也分享一下我們怎麼做 主持人會開場 然後我們會有專家的導演 而且至少會有兩三個 然後代表著不同的立場 因為我們希望來參加討論的人 他可以先吸收不同的多元的觀點 而且他不是一張白紙來跟大家討論 你先有一點資訊再開始一起討論 然後我們會分量 這邊的範例是分量的階段的討論 第一階段的討論是 譬如說我今天討論過會選制 那第一階段我先收集意見 你覺得選制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有問題嗎 你覺得是什麼問題 全部都討論一輪之後 我們就知道 現場大家可能都覺得 我們選制的問題是 硬要連立志 不要連立志 然後我們盤點出問題之後 第二個階段再來收容審議的意見 那我們就針對大家盤點出來的幾個問題 一一的做討論 那有沒有誰有不同的意見 現場的共識是怎麼樣 有沒有誰被誰說 然後這邊再給大家看幾張照片 左上角就會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是論議看得出來嗎 就是這場非常的特別 它是身心障礙者的討論論壇 那比如說我們不是在做憲政議題嗎 為什麼做身心障礙者 其實這場論壇它並不是在討論說 很多身障團體或身障議題 我們好像最核心的就是它的社會福利有多少 可是這一場他們其實在談的是 身心障礙是不是應該要有更 門檻更低的政治參與方式 因為現在的就是連投票這個動作 可能都是對身心障礙者非常不利的 那他們在參與政治的時候 其實有遇到非常多的門檻 你法案啊什麼東西 如果沒有一個無障礙的東西 或是就是如果看不到的人 或是聽不見的人他們就會有 所以其實他們甚至討論到說 選舉制度是不是應該要有 身心障礙保障明額 這個東西完全就是憲政議題 因為我們的選姿勢規定在憲法裡面了 所以這個是讓我非常感動的一場 就是接觸到 第一次接觸到身心障礙的團體 這樣面對面然後討論得非常深入 現場是有肢體障礙的 有視覺障礙的 有聽障其實都有 但是我們也討論非常深入 然後其他這邊 就是看到坐在地上就知道 大概就學生對不對 就學生就是席地而坐 然後這邊又看到那個手勢 華爾街的手勢 這就是我們大概辦過 草原台長的樣子 其實人可能就是也是沒有 不會太多 但是可以做比較詳細的討論 那這邊也是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對審議民族有興趣啊 非常建議去看這本書 就是為什麼上街頭 是一個人類學家 David Greber寫的 然後他是高度的參與 在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然後所以他們那時候 發展出一套討論的方式 就是華爾街手勢就是左邊 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這是在會議的時候 如果你有話要說 就比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待會講話 如果就是你們就可以運用一下 有話要說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有一堆人都在發言 你要回應上一個人講的話 比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區分呢 因為每個人都有話要講 有些人就會說舉手 然後就說 等一下就是待會 就說我們要區分誰先發言 如果你是要回應上一個人 那我應該先讓你發言 因為這樣會比較有順序 一個一個主題下來 然後這個應該也很實用 可以解釋清楚一點嗎 我聽不懂 有沒有 待會我只要講到什麼 你們聽不清楚 就抓一下 然後還有 如果你們很贊成我講的話 剛剛看到很多手勢都比這樣 對不對 很多人都比這樣子 那就表示你們非常贊得多 然後不太贊成就是這樣子 那剛剛那個奇奇怪怪的推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我不太確定 所以做的很奇怪 那為什麼要就是搞得好像就是 好像在演戲一樣 那是因為當華爾街的現場 其實也包括 當時戰人立法院的現場 當你人非常多的時候 你不可能讓每個人發言 然後而且每個人發言 有時候還講說 我非常同意剛剛總理講的東西 我覺得他講真的太好了 就是 就是 當人很多的時候 這種話必須再縮減一點 才有辦法讓更多的意見表達出來 所以我如果很同意總理講的話 你也很同意我 我就都比這樣子 然後你只要主持人 只要現場一看 十個人有比這樣子 我就知道 總理講的話 大家還蠻同意的 那如果都比不同意 那也許這個主題 我們就應該要再多花一點時間去談 也就是說他其實可以讓主持會議的人 可以用視覺上一幕了然 現在討論這個東西大概在什麼狀態裡面 所以這個是當時 在你華爾街運動發展出來的手勢 非常建議大家看這本書 好然後我們每一場的紀錄 就是大概會長這樣子 我們除了有 一樣是有主持的紀錄之外 每一場論壇都會有白板 然後協助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可以時不時的看一下白板 知道我們現在討論到哪裡 這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已晃生 又不知道討論到哪裡 那我們多的影片都有放在 那個公民先生推動聯盟的 YouTube的頻道 所以如果對草根論壇有興趣 都可以上去看 好 那就是剛才講得很開心 可是其實草根論壇這個路線 是有非常大的問題 它作為一個限改運動的路徑 第一個其實你在討論 譬如說我剛才講選制的問題 或是我講人權的議題等等 他只要跟憲法放在一起 你就會覺得好像很難 我不知道在座有法律系的嗎 我不是法律系 所以其實我 對就是所以我才請他來講法律的部分 像我就會覺得憲法好像是很難 我沒有讀過憲法 我真的能談這個議題嗎 如果你說有人被破簽啊 或是那種你是感受很深 你直接是跟那個議題連結的 國家暴力 你直接看得到那個受害者 可是憲改是 你覺得好像跟我們 不一定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所以憲政議題離一般人太過遙遠 而且因為我們當時在不同的地區 討論的主題不太一樣 為什麼不太一樣 是因為其實你要去 因地質疑啊 如果這個地方 譬如說航空城的人 他們當然是討論他們航空城的議題 那你可以把它往上拉到土地徵收等等 可是我們辦了二三十場的草根論壇 發現他的議題是很難收容成一個具體的主張 這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修憲門檻過高 讓人感到不踏實 其實很多人來參加草根論壇都會說 啊我討論這麼多有用嗎 我們是全世界最高的修憲門檻耶 真的修得了嗎 所以這也會是 做一些改變動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 無法及時回應當前的政治局勢 因為我們就要默默地做 默默地做 默默地做 然後人家就是已經 就是選舉的選舉 然後公投法 然後罷免 都是很有速度感的在做 那我們其實就看起來好像就 一直在做一些很軟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最重要的是 他非常耗費成本資源 非常每一場 像是剛剛那個 身心障礙的 我們要準備非常多的服劇 然後要聽大員 然後場地要無障礙 所以其實 需要去滿足不同的人 他比較舒服的討論的狀態 那其實是耗費很多的成本 包括事先準備一體資料啊 然後事後紀錄等等 對 但是我覺得這過程還是非常的值得 因為其實我們一開始在推的時候 找了非常多的在地團體跟NGO 來幫忙拌草跟論壇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在這些運動的夥伴裡面 我就看到大家一起成長 就是過去我們可能就是覺得 有一個訴求我們覺得就是對 我們就是要去推 然後我們就去抗議打機關 可是有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辦法 有那個時間資源好好的停下來 去找到更多的群眾跟我們聊聊 欸你怎麼看待這個議題 你要去跟他解釋 然後聽聽看他到底哪裡支持 哪裡不支持 其實我覺得在這過程當中 用審議主主的方式 多元的討論的模式 是有助於不同的議題 用不同的方式去比結 所以我其實反而覺得 他的那個賠利是很重要 我們辦了十場 八場的主持人培訓吧 然後二三十場的討論論壇 全台灣各地就是北中南東 都有辦過主持人的培訓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珍貴的 一個我覺得算是一個以現代為主題的民主運動 的一個成果吧 好 可是很快我們就是遇到困境了 就像剛才講的 我們沒有辦法很快地回應政治局勢 九合一大選之後有人開始想修憲 那就是可以想想為什麼嗎 九合一大選誰敗得很慘 國民黨 國民黨敗得很慘 所以他們也很清楚 沒有辦法在2016勝選 那時候大家應該都這樣想到 我猜在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大家應該就可以預料到2016年 會是小英大選 那所以那時候朱立倫就有拋出 他覺得應該要改成內閣制 因為內閣制相較於總統制 他就總把總統的權力限縮嘛 所以為什麼想修憲 這個是非常非常 就是這種政治考量的 對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民進黨也有一些丟出來的議題 他想要廢考間 然後什麼的 那所以兩黨都想要修憲 這時候政治局勢非常的激烈 那作為民間團體 然後作為一個以憲改為主題的民間團體 我們怎麼可以不說話呢 所以我們就拋下來草根論壇 然後開始去修正我們公民憲政會議的路線 本來應該是草根論壇 推動論壇 就是上面這一行 可是你看 這個我們本來預想是2018年才有辦法達到 可是當時2016年我們想要拚修憲 欸 我 可能大學高義會講比較清楚一點 為什麼這邊寫2016 大家知道就是修憲要經過公投 才有辦法 那個就是公投覆決嘛 那公投前你要留六個月的時間做宣傳 然後所以 嗯 法律上這樣規定的就是 你要在六個月前就出院會 就是立法院就要通過 然後六個月後就進公投 對 所以說我們那時候其實有非常詳細的去盤算 什麼時間點可以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整個大修了 我們就增加了一個2016的一個 比較快速修憲的管道 然後針對我們覺得可能比較高度共識的議題 先修 下一階段我們再來全盤修這樣 那我們在2015年的5月辦了一場限改蘭谷會議 這場會議其實也是蠻 也是蠻誇張的 就是非常多人參與 然後我們邀請了政黨代表 然後小黨的代表也都有邀 然後明天團體的代表 參加過草根論團的人的代表 學者專家等等的一起來討論 那這邊看得到嗎 拿黃牌 不是犯規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是想說 要不要比手勢 可是因為我們辦的那個地方是狹場型的 所以其實你用顏色來表意是比較清楚的 所以這個也是告訴大家 就是你要挑選一個適合的討論方式 其實就是沒有一個討論方式是最好的 一定是按照不同的需求 有不同的基礎然後去設計 當時我們就選擇用顏色來表意 那時候好像是有美女講話 大家很贊同 所以每個人都比贊同的黃色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也做了一些 就是像一般的NGO倡議會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就沒有再做草根論壇了 我們當時就是 每個人都打電話給立委跟立委說 我們要修憲 因為修憲是非常需要是非常多的立委知識 才有可能成功 然後底下是我們當時認為第一階段要修的高度 公司議題 包括 降低修憲門檻是最主要的 不管你未來要修憲要制憲 還是你要修任何的東西 只要門檻不降 修憲就非常困難 所以這是我們最主要的 就是降低修憲門檻 然後全世界已經很少 投票年齡是20歲了 所以18歲 然後還有我們希望 憲法基本權可以擴張 就人權保障可以多一點 再來就是選舉制度 大家都知道小黨這次 其實很多小黨沒有當選 那這次跟我們選制是高度相關的 因為我們不分區的門檻是5% 那時候就希望可以降到3%這樣子 不過降到3%的話 今年新黨都會這樣選 哈哈哈哈 兩面對 對對對 這是給大家思考的一個點 好然後總而言之呢 去年雖然最後兩黨想修憲 可是議題喬不容 然後修憲委員會開了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成還是破局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很生氣 就是說都是因為你國民黨要包裹議題 那國民黨是歷史罪了 我們就是去進座抗議丟雞蛋 就是像很多社群團體其實都會做這樣的事情 只是我們就轉了比較像一個倡議的主席 然後賴斯堡就是這樣 他就是說 你一定要我們國民黨要的東西 不然我就不讓你的兇險 不要再拉倒 好 但是這一個路線當然也有很多的困境 可以從剛才的言談這樣發行 因為我們本來是個由下而上的運動 可是因為我們要回應很快速的政治局勢 所以不得不採取即時回應的策略 那其實就會犧牲掉我們可能本來希望我們的主張 都是跟更多的群眾討論過才產生出來 這個時候就沒有辦法 然後我們也花了很多力氣在修正公平憲政會議的路徑 那其實這兩個人不在乎 他們只在乎他們的議題是什麼 那部分主張可能跟草論論壇的共識很難聚焦 但是很難聚焦 然後再來是當時憲動某有辦一些活動 然後倡議的行動 可是很多人來他們只是為了憲改 而不是為了公平憲政會議 或是由下而上的路徑 這也是一個小小的問題 但最麻煩的是其實沒有那麼多人在意憲改 這就是我們覺得說好像是一個大好時機 然後不得不回應 可是其實即便是在我們丟雞蛋或是抗議的場合 憲改相對於當時很多的運動還是不太受到關注 如果大家那個時候都在看新聞的話 我相信你們應該對這事情沒有太多印象 因為其實沒有那麼多人關注限改 但是我們就是一些嘗試其實還是很有收穫 包括我剛才說我們辦了一個很大長的限改藍圖會議 那時候我們把很多的議題的真點都列出來 其實反應剩下了很大的功夫 就是台大反應所的學生他們花了很多的力氣 為了讓議題更貼近一般人然後可以更容易討論 所以每個議題我們都詳細的整理著它的真點 這叫真點是什麼 就是我剛才講譬如說選制你覺得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是把那個議題盤列出來讓大家比較好討論 那我們那時候也拉近多元的聲音 我們連親民黨都有邀告 不過後來好像沒有來 對 好第二個階段結束了然後到第三個階段 這個是待會高一要講的東西我就不先講 可是我就看一下我們把的名稱叫公民參與憲法改革程序法 那個狂狂要來放過別的東西 聽起來很威對不對 還是其實沒有 可是我在想你們聽到這個地方 是不是已經搞不清楚什麼是公民憲政會議 什麼是公民憲政推動聯盟 什麼是公民參與憲法改革程序法 就是搞了半天我們在講現在政治正確話 可是其他人都搞不太懂 不過就是我解釋一下好了 就公民憲政會議是這個法裡面的其中的組織 公民憲政推動聯盟是B組織的名字 公民參與憲法改革程序法是這個法的名字 OK 待會高一講大會清楚很多 那這部分我就先不花時間講 我只給大家看看就是我們小小的 就平日的活動就是 開始我們開了很多的讀書會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除了台灣之外 世界上有哪些國家在修憲或是制憲的過程中 曾經有用過公民參與的路徑來做憲改 那時候我們就讀了很多 待會高一也都會介紹 那所以這是在FACE的辦公室 地球公民的辦公室 如果我們到處寄生在各個公民團體 然後去開讀書會 然後努力去討論出一套 我們覺得台灣可以適用的一個憲改 然後人民可以參與的法會長什麼樣子 這樣 好然後我差不多要做小結了 講的可能有一點亂 但是我最想要講的其實是我自己的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反省 剛才講的曹根論壇第一個階段 然後第二個階段是修憲倡議 第三個階段是程序法 就是這樣子的轉折都不是我們自己突然覺得想要轉的路線 其實都是受到大的政治局勢影響 因為有3.18 所以我們開始辦曹根論壇 因為我們發現九合一大選後 政黨開始想要修憲了 我們只好有改踩倡議的路線 然後又發現即使我們再怎麼倡議 修憲也不會過不 那我不如再回到我的初衷 由下而上去訂定一步公民參與的一個程序法 去拉抬現改的正當性 這就是我們整個三個階段 就是邏輯都非常的清楚 但是它也反映了什麼 就是運動者關懷的弱點 就是你落在什麼地方 就是一開始曹根論壇的時候 有一些人他們還非常相信 不是非常相信 就是他們還對游下而上非常有熱情 那那時候其實還蠻多的NGO會跟我們合作 到了修憲倡議的時候又是另外一個高峰 因為大家覺得這個是熱頭上的議題 那時候開會都是整個座滿的 然後各種就是一些你們會知道的人 結果都會來開會 可是這個政治機會過了之後 到程序法的階段又剩沒多少人了 所以我覺得這過程是很現實的說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團體他們真的care的是什麼 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 是憲改議題上面的 還是他是想要 真的想要做公民參與 想要做有效而上的 然後第二個反映是 我覺得這個過程就是一個 憲政議題的借詩還魂 就借詩那個詩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是一個非常怪的憲法 守住在南京等等 然後但是還魂是 但是憲政議題卻可以這麼真實的 他確實還是我們這種法律的 不能違背的一個根本大法 而且憲政議題幾乎在所有重大的選舉 或是政治的那種 像之前馬王政爭 可能很多人還高中 我都不知道你們 聊不了解馬王政爭 可是就是說這種很大的政治爭議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還是會拉回到 這是憲政的問題 這不是什麼其他的問題 他就是憲政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有一點 就是戒失緩困 那個魂其實一直都還在 只是我們覺得他是一個沒有正當性的憲法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是 我覺得318的關懷仍然是有作用 雖然我覺得我們好像錯誤了情勢 就是其實沒有那麼多人的care限改 雖然我們在佔領期間 有非常多人來參加論壇 討論公民憲政會議應該怎麼辦 但是其實後續可以看到 大家對於憲政的意識其實還是沒有很足夠 但是我覺得從NGO願意就是這樣子 一路到程序吧 到直到現在都還懷抱著 我們希望憲改是有公民參與的這個理念 而且真的花了很多精神來幫忙 可是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318還是有作用的 在一個非常小的例子裡面 我們看到真的讓有一些人 開始相信有效的上一件事情 好就是限動某的部分大概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再小小的講一點點 因為剛剛很多人都提到318 然後我想我也稍微分享一下 我個人對於成為限動某秘書這件事情 跟太陽花的辦事 就是我剛剛有講到 其實為什麼我會來限動某 我不是法律系的 我是社會系的 就是人家都講社會系是報名系 然後我不懂法 不懂憲法 就是我憑什麼來當限動某秘書 可是其實是因為一開始 我們草根論台路線是走 剛才講神一民主事的 那這個影響我很深 是因為我記得我到 我記得我318進去嘛 因為就學運社團大家報名 都會進去 真的很正常 第一天晚上我就在裡面 然後319還360的時候呢 場內有一個人叫呂佳華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明天 那時候反正總之就是因為那個時間 本來好像不知道哪個單位要做什麼 政府要做什麼 他希望可以在場內辦一個 審議的會議 在地法院的議場 去辦一個審議的會議 那審議的會議需要什麼 就現場裡面有非常多的人 你要跟他們一起討論 怎麼討論 分組 那分組需要什麼 需要有各組的桌長 各組的可以帶討論的人 如果有那個經驗都知道 就你分組之後 他不會自動開始討論 你需要一點至少抖服貿易體的人 去帶那個小組 那那個時候因為我剛辦完一個 學運社團的交流 所以我認識很多學運社團的人 那我就被找去幫忙這件事情 就是去找桌長 找那種可以來帶小組討論的人 因為那時候太陽化發生的時候 非常多的人還不知道服貌是什麼 可是學運社團的幹部他們非常清楚 服貌議題是什麼 因為我們很早就開始關心了 那是那一次的契機 讓我對審議民主 然後對這種討論的形式 開始有一點啟蒙 然後所以後來 我知道現在我們要走這樣子的路線的時候 我就欣然的答應了 但我其實那時候對憲法 真的沒有什麼了解 好 但直到現在居然也是兩年了 這個是我幾點 就是318 或者就是我小小的想法 我覺得我們真的都有一點錯誤 公共318之後就出示 就是當時大家都覺得應該由下而上 應該公平參與 可是 我覺得如果講得尖銳一點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 他還是期望一個政治代理人 一個代議士 來幫我們做到一些事情 他不見得真的自己會那麼高度的投入 在公共事務裡面 特別是憲政 特別是憲政一級 我們常常在講就是 現在是一個天然獨的世代 然後台灣的認同是幾乎是主流 大家都不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大部分的人 但是我們在思考新國家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在思考新的政府 新的憲政體制才對 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你要有一些新的國家 你不可能用中華民國憲法 然後首都在南京 然後領土有萬物 不可能 可是我覺得怎麼會說 大家都很支持台獨 然後都很想要有心理 人家卻沒有用相應的力道 去談憲政議題呢 我知道這裡面會有一點問題 譬如說知憲跟修憲的爭議 但是我還是覺得 這個議題的熱度沒有我想像的高 我覺得是我們錯誤的前世 憲政議題其實沒有想像那麼高 然後第二點我要講的是 審議民主政擴大參與 台中好像也有辦參與市預算對不對 就是其實在318之後 包括柯文子 然後很多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他們都要強調他們要公民參與 要開放政府透明什麼 就是柯文子的口號 開放 對就是之類的 他變成一個很流行在公部門 跟政府部門裡面的一個話語 可是我覺得 318之後很多的人想要走選舉的路 想要走體制內的路 他們想要進到政府單位裡面 去做一個重要的角色 但是對 現在的政府部門在流行的這些事情 我覺得他們的批判跟他們的了解 其實沒有想像那麼多 就是當我們在想到新政治 在想到第三勢力 在想到我們不要做的政治 要有新的年輕的時代去參政的時候 我們想的到底是什麼 是獨派天然獨的時代嗎 還是敢說真話的勇氣 還是不靠等等的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當一個好的 特別是我覺得可能 縣市首長政務官 不是民意代表 就是如果你想當縣市長 還是什麼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不去了解一下 現在的地方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特別是他們喊出一個非常進步的東西 對 這個是我一個疑惑 其實是萬宇哲老師中三大學 他其實也是研究參與式預算的人 他就有講說好奇怪喔 為什麼 為什麼第一個在台灣時間參與式預算的人 是一個國民黨的議員 但那個推行可能很有問題 但我的意思是講說 我看到公務門有非常多 在談這種東西的時候 新政治出來參選的人反而很少看到 這是一個疑惑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剛剛 這是待會兒最高一要講的 就是我們想要鑲嵌一套程序法 在修憲程序裡面 大家知道修憲程序是在憲法規定的 那我們的法律只能去鑲嵌跟補充 其實是不能夠違背 就是憲法裡面規定的修憲程序 但是我覺得這個運動算 好像還沒有 我們程序法還沒有開始推得很熱絡 然後我們推議題其實也沒有非常多的人關注 但是我覺得非常重要是因為 這種所謂由下而上公民參與的東西 其實正式主流政是一個非常有正當性的事情 所以當我們去遊說立委的時候 他們即便對公民的代表 能不能好好的做出判斷 做出審議 他們其實會有一點疑惑 有一點遲疑 可是他們不敢反對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非常有正當性 我要修憲我要制憲 我要公民參與在裡面 這是非常有正當性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對一套民主參與程序的創造建設 跟批判能力的培養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也會是 我覺得會是我們這個時代 下一個時代要搞運動 要走體制內 要批判體制內 會很需要的一個能力 因為將來這種看起來很透明 看起來很民主的程序 會變得非常的多 那我們如果不了解他 我們是不是有辦法錯過他 我們就會覺得明天講 真的做得很好之類的 好 這個大概就是 但是我就是這個 我待在仙動國外一年多 然後 三億大運動到現在兩年的一些 小小的思考這樣 那接下來時間就是 交給我們仙動國另外一位成員高一 謝謝 好 各位好 那我是 目前是 台大法研所二年級 然後比較有高一 那 我們這個 台大法研所 法律系的幾位同學 在318之後 有弄一個社團 叫做法研社 這個法研社呢 其實並不是 嚴格來說 不是一個新的社團 對不對 沒關係 那個研其實是說話的那個研 對 那個法研社呢 以前 就是 在陳水扁還是法律系學生的那個時候 這是一個法律系學生這一半的校內刊 然後 就是 常常因為裡面寫的東西 然後跟台大教官起雙討 對 那之後就收掉了 因為後幾股人 然後 就是 在兩年前318運動的時候 又有這個契機 然後 有些同學就想說 我們要 把這個法研社的手擺重新翻出來 然後 所以我們又實際成立一個第二代的法研社 但是我們已經 不像以前一樣 我們不會做刊物了 然後 就是 像普通的依依新社團一樣 我們會辦個讀書會 然後 可能會有一些演講 一些社會 然後 然後 對 主要是這樣 OK 好 那我其實 不太知道大家的小名字 大家是真的想要聽 程序法內容是什麼東西嗎 或者是說 公民先生會議是什麼 或者說我們是 就是 在討論 我們每次開會來討論之後 我們所 考慮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想 大家應該會對於程序法內容是什麼 的興趣應該 相對比那麼高 對 所以那這個部分 我就 講少一點 或者就不講 對 好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的修憲程序是什麼 是怎樣 這個呢 呃在 2005年 第七次修憲的時候 喔 欸 我們 我們的任務 最貨於任務起國大 把台灣的憲法 修憲程序呢 馬狗的 變成全世界最難突破的 其中之一 那根據憲法徵修條文第十二條呢 這個 要修憲的 必須要有 憲政總數四分之一的立委基安 然後 之後會 立法院會依照 立法院組織法第九條 組成一個修憲委員會 那 就是 條文就像規定 就是總數三分之一加一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要加一 對 那總之就是總共三十九人 然後 會由各政黨 各政黨或政團 依行事比例來分配 然後 來審議這樣子 然後 出了修憲委員會以後呢 還必須要有總數 立法院總數四分之三的出席 然後出席了四分之三委員 投下同意票之後 這個憲法就在那裡才會成立 然後 之後要經過公告半年 然後 交給公民復決 然後 有效的同意票呢 必須要超過全台灣 有選舉權人的辦署 那大概是九百萬票 這九百萬票一聽到之後是非常誇張的 因為像 上次總統大選 民進黨跟親民黨的票數加起來不到九百萬 如果我們假設 當時投國民黨的人 都不會投下同意票的話 那我們已經玩完了 對 所以呢 大概一邊看得出來呢 就是 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 好像修出了一部 永遠不能再修的憲法 對 這就是一個問題 那 對 就是 就是等到我們這一代人都做谷以後 一兩百年落臺灣的時候 就好像變成說 我們是被兩百年前高人統治者 然後而且我們永遠不好看 這件事情實在是非常不好 對 雖然也許像美國這樣子 他們幾乎都沒有修憲 他們也是很樂意被兩百年前的美國人統治 也不一定啦 現在也開始有反擊 對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有感說 修憲程序實在是太困難了 那有什麼方法我們可以召喚出 足以讓九百萬人投下同意票的這個政治動物 就是 公民憲政會議可能就是一個好辦法 好辦法 因為如果 當然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同意 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說 哇既然這部憲法修憲程序 是我們的同胞 就是代表親自審議然後偷過的 那 我好像沒有什麼理由說不好 對 也許 但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同意 但是 也許這是一個投下同意票的好理由 當然 就是 我也不能夠保證 對啊 那 還有一個原因呢 就是說 因為憲法 就是 其實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其實相關 當然 很多人 其實 在生活中是不會想到 當然 那 就像跟恩恩說的 我們其實有很多 他們已經辦過很多會議 就是 裡面有 各種的權利 比如說環境權 居住權 或者是 身上者的權利 就是各種 各種的權利 就是 其實都是我們 每天生活中 其實我們不知不覺中在行駛的 或者是說 我們都不知不覺中被限制了 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 既然憲法 與你的生活其實相關的話 那是不是更應該要讓我們 台灣的每一個人 都能夠認真的了解 我們的憲法再講一次 對 所以說 而且 有 許多國家的憲法 他們前 第一 頭幾個字一定是 We the people 我們人民 我們 全國什麼 什麼樣的 然後 我們 什麼 就是 覺得以下這些東西 是絕對不能被拋棄 或是絕對不能被國家奪走 所以 什麼 所以我們特別制定這部憲法 然後 要國家永遠遵循 所以說 既然最前面的主詞是誰 We the people 那 所以說 如果 我們每個人 不了解憲法的內容的話 那 憲法前言說的 We the people 是在開玩笑嗎 對不對 所以 這是一個 很好的 創造所有人 認同這一部憲法的 一個好手段 就是 其實呢 有一些學者在研究 同樣是 身為二戰戰敗國的 德國跟日本 他們在戰後都有一部新的 憲法 對 那 但是這兩部憲法 產生的過程很不一樣 德國人 德國的 其實他們叫做基本法 他們叫基本法 原因是因為說 將來不敢得統一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要把憲法命的交給他 但雖然到現在還是叫基本法 已經統一了 二十幾年還是一樣 那 德國的基本法呢 當初在制定的時候 德國人自己參與的比較多 日本就不一樣了 因為當時美國人 麥克拉瑟覺得 日本人太危險了 我們不能讓他們自己行出憲法 所以 雖然呢 日本的精英 當初是先寫好了一部 然後交給麥克拉瑟看 然後他就說不行不行 這裡面還是有太多 過去日本帝國的色彩在裡面 所以他就 那一道次就找了一尋他自己的人 然後寫了一部新的憲法 然後拿給當時的日本提議說 來 這不就是你們的憲法 拿去國會審議 這樣 就通過了 所以說 安倍才會這麼奮奮這部憲法 他們會 就是保守派的日本經營就會說 這是美國人 硬塞給我們的憲法 我們不要 所以 日本一直有一股很強的修憲法 那 那 我舉這個例子 就是因為 就是在說 呃 我們人民 或者說就是 需要被 這部憲法拘束的人 當初參與的程度有多少 我們對他的認同 就會有多高 對 那 然後呢 我們 就是在 組成了 這個 欸 就是我們在 去年6月16號 憲改獲取之後 其實我們有 弄了一個共識營 然後 最後就決定說 那我們 下一次修憲呢 我們 我們不再信任立委了 我們要自己來幫我們公民宣布會議 那要有公民宣布會議 那 最好是有一部法律 然後來規範我們要怎麼做 對 那這樣子才不會招精品 對 那所以說 那我們當然不能夠憑空 深出一部法律 尤其是 這個 我也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讓公民來審議 然後來常出一部憲法之後再派 所以說我們 呃 有 大概進行了四次的讀書會 然後 一開始呢 是先研讀這種 呃 都 大部分是在講政治改革 或者是憲法改革的理論 然後之後呢 有三次的讀書會 然後我們在討論 呃 就是以上的表格上面看到的這四個國家 他們都有非常類似的 呃 組織然後一起來做過 公民宣布的事情 那 他們的脈絡跟一些特點都有不同 然後上面都有 呃 都有那個 寫出來 那 這邊呢 那可能一看 看不太懂的話就是 什麼叫做憲政議題犯 限定不限選定不限 意思就是說 開會的時候呢 寫限定的就是 他們在組織的時候 就已經限定了 這個規意我們要做什麼 那當然也有不限的 就是說 完全就是 來開會之後我們再來決定 對 好 那 最後的政治解錄呢 大家可以看到 欸 只有 愛爾蘭 請南非 算是成功了 其他都失敗了 那 這些呢 就是 其實各有各的原因 但是 再講下去就是 有點太細節了 然後我們就 沒關係我們先往下講 好 那 總之呢 我們經過了四次的讀書會 我們大概 也許不是我們 是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大概很大 就是我覺得 需要考慮的問題有什麼 就是 我們要搞一個 這樣子的程序 那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好了 好 來 第一個就是 很籠統的 叫做代表性的問題 那 但這個問題也很重要 因為 因為 像前面這一頁 我們看 公民的這個 組成員成員 其實 有的說是公民代表 也有的說會加上 會議 對 那代表性的問題呢 就是說 我們怎麼要確保說 公民憲政會議裡面 公民代表 真的可以代表我們 因為 如果 我們要動不動 就要跟大家集會 一起集會 然後一起討論的話 那 誰有 誰有這個 空檢時間 可能是退休軍公教 那退休軍公教 可以代表大家嗎 大家可能也不願意 被退休軍公教代表 所以說 這會有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 就算 很理想 就是我們得到一個 完全就是 按照我們台灣人口 一些特性 然後 選出來的人 這裡面 有白領 有藍領 然後有漢人 有客家人 有原住民 但是 你要怎麼確認說 藍領老公 他真的就是 跟我身為 我們都是藍領老公 那 去代表我們 那個藍領老公 他真的可以代表藍領老公嗎 你怎麼知道 他不是長得一副 老板腦袋 對不對 所以說 這是一個問題 那當然 不是只有公民代表 會有這個問題 國會議員也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 我們 也像去年六一六大 也看出來 就是 立委好像也不能夠 真的都代表我們 他們可能是聽政黨的話 所以說 這個代表性的問題 其實不是只有公民 不是只有公民代表 才會有 那國會議員也會有 然後這邊說的 上游限制跟下游限制 呢 上游限制指的說 我們產生代表的方式是什麼 像前面 就是 產生的方式呢 有抽壓 或者是選舉 這樣子 兩種 那 基本上呢 上游的限制就是 呃 像剛剛看到的 冰島 他們最後也是失敗了 冰島為什麼會失敗 就是因為 國會議員 他們在 在決定 誰要進去 變成 國民宣傳會議的代表 的時候 他們完全排除了國會 還有政治人物 他們就是不信任他們 因為 冰島當時的脈絡是 2008年的金融危機 然後他們覺得問題很大 所以說 不行我們要一個不信的憲法 然後而且 檯面上的政治人物 我們就是搞出金融危機的內屁 我們才不要讓他們來修新建法 所以完全排除他們 那當然最後就 就失敗了 就是 因為他們最後採出的結果是 一個諮詢性的通討論 就是說 不會 並不是完全拘束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 還要經過國會議員 同意才可以抵抗 那 當然 因為 國會議又報復 你們當初不讓我們參與 我們也不買你們帳 這就是 上游的限制 那 下游的限制呢 就是在說 就是 是由誰來決定 誰來決定 這個 就是 我們的修正曼 產生之後 誰可以來同意 這就是下游的限制 那這個 其實剛剛 冰島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他們沒有 他們忽略了 國會議員參與了 這個上游的問題 所以導致國會呢 在下游 在 在 同意 侵蝢同意權的時候 就不扭他們 那再來 第三個問題是 公開跟透明 其實這兩個意思 不太一樣 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不公開也可以透明 會議不公開也可以透明 那 當初呢 我們要不要公開呢 其實是 我們所追求的呢 其實是說 開會的這些人 我們可不可以 追求他們的責任 就叫做可課責性的問題 那 但是 要達到 這個可課責性 要能夠符合可課責性的要求 也不一定要完全公開 因為 完全公開的會議呢 你就不能夠 避免說 有些人就是想要在會議裡面 划重取從 就是說 欸你看我非常不滿意這個議題 所以 等一下我現在來幫你們發言 你們 可能之後 我會出來選舉 你們交投給我 就是這樣子 那 這可能就不是我們 特別想要的結果 也就是說 有時候呢 閉門會議 可以讓 會議的成員 講出心裡的話 那這樣子 也許 最後產出的修正案 會更好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 到底要不要會議公開呢 還是我們要讓 會議可以透明 就好 這也是一個要考慮的問題 那再來 第四點是 專家的角色 因為 公平先生的會議 那 恐怕 絕大多數的 公平代表 當初都沒有接觸過這些事情 所以說 我們就需要專家來引導 但是專家 來引導的話 那麼最後 寫出來的修正案 到底是專家的意見呢 還是 真正的公平代表意見 還是專家B公平代表 寫的意見 就是 會有一個問題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 這個問題不大 因為 也不是說不大 就是我覺得最後 因為每一個代表呢 公平代表他們 我相信他們都還是會 一個人 他們自己的單位 來投下他們 最後一票 就是說專家講什麼 他們也未必就會照做 對 那最後 這一點叫做危機意思 什麼叫做危機意思呢 就是 再以剛剛的冰島為例子 最後 冰島呢 國會也沒有 就是國會 說國會不買照 那是因為當時 他們已經從2008年 竟然危機稍微輸出一點 他們覺得 喔又覺得好像 沒有這個必要 比如說 沒有危機了 我們就不會有限改 對 然後 所以 可是 如果不改的話 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又突然冒出這個問題 那 我覺得 危機意思的問題 對於台灣人其實是蠻重要的 因為 三一八也過了兩年了 然後 甚至 民進黨也 已經 將要取得證據 那 我覺得 大部分的人 可能已經覺得 暫時沒有危機 所以就算了 那 這很有可能就會 讓 我們這次的限改工程 就是有可能會失敗 那當然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是不是公民參與的結果 是不是最後一定會 地大於地的問題 因為 我們的 讀書會呢 讀到的研究是說 我們其實 並沒有辦法 在 實證上 得出一個 公民參與最後的結果 一定比較好的 這個結論 那當然我覺得 這個問題是說 什麼樣叫做B 什麼樣叫做B 其實這兩者的標準 我們根本就還沒有討論出來一個 大家都同意的標準 所以說 如果既然 立B的標準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辦法取得共識了 那我們 要怎麼來衡量 公民參與的結果是B還是B 對 所以呢 我們可以 嘗試說服大家的方法 就是說 公民參與 現在 其實是顯學 對 那大家其實 都 大家都 我們是來培養大家 作為 現代的 民主國家的公民 的 一些能力 所以說 那 還有 加上剛剛那幾個 就是 我們人民 要怎麼樣認同這部限法的問題 所以我們 當然 使用公民參與會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可以追求的目標啦 當然 當然我們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實際上遇到很多問題啊 就是 這邊大概 條列出來 就是說 這部法律要是常態法 還是任務法 任務法的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這一次而已 常態法就是說 每一個修憲都這樣搞 那 這個問題 我們也有討論過 然後公民參與會要怎麼組成 然後2018年 以後要放哪些議題 我們也有討論 朝案怎麼形成 跟 原住民族的問題 公民參與 怎麼參與 這些問題其實我們都花了 好幾個禮拜來討論 然後 其實呢 我覺得 開會 還花了蠻多時間的 應該 讀書會 就花了 一個半月 然後 呃 我們在 討論說 這部法律要怎麼理的時候 可能花了兩個月吧 對 然後 總共花了三個多月 然後 最後再用 耍顏色幾個 髮型系的同學 然後 我們 花了一個晚上的南瓜 然後 大家 坐在一張桌子 然後圍著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電腦 然後 一條一條把它寫出來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因為我們法律系在學校 是不會學到 立法 立法技術這門課 對 所以說 這真是一個挑戰 我們平常看了四年的法條 但是 我們從來不知道 怎麼樣寫出一部 一部法律 這真的 對我們來過都是一個挑戰 對阿 那 再加上 其實本人的 研究所念的其實並不是線 對 然後又跟對 我自己是覺得 會跟其他人 又會有點差 好 總之呢 我們在 最後我們自己的 呃 程序法的草案 寫出來之後呢 會遇到 對我覺得是 真的是很複雜的問題 要怎麼說服其他人 那這個 我覺得是可以分成兩點 第一 就是內部的說服 第二是外部的說服 我所謂內部的說服是說 因為公益線的推動聯盟裡面 並不是只有我們這個法治小組 就是 不是只有我們這一群 在我們在弄這個程序法的這一群人 還有其他人 那 我們如果要讓 我們的程序法 通過 然後要掛上公民先生推動聯盟的評議 就是我們 自己寫出來的東西的話 我們必須要在內部的大會裡面 也要取得大家的同意 那 就是 我們在開這個內部的會議的時候 我們的 法案也是被退回去重新改了 大概兩三次 對 那 然後 我們當時 其實 討論的時候 我們討論出兩種版本的案 然後 我們花比較多時間 在討論的那個案 那個模式 結果在大會的時候 就被否決了 反而是我們沒有花那麼多時間 討論的那個 那個模式 那個法案 就是通過 然後 然後 總之 我們定案了以後 我們之後又開始 那時候大概是 過年前 今年過年之前 然後我們又開始去找 因為已經選舉完了 所以 也會有新國會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積極的再 進入國會 將來 會進入國會的政黨 包括民進黨 跟實在一樣 我們是先找 這兩個黨團 然後 然後 當然都有拜會過 然後也拿來 草案給他們看 那 他們 那 就是 當然 呃 這兩個黨 不知道可不可以講 這兩個黨 他們其實並沒有 直接說不支持 他們當然有很多 支持支持 但是 他們也有給我們一些難題 就是 又把一些 又提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 到現在 又重新在 修我們的法案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在說我們其他的人 跟妥協的過程上 這個 真的是還蠻複雜的問題 就是 尤其是 我想說 我想到說 我們幾個同學 偶業寫出來的法案 一直被他們 一直被他們 趕得趕去 還蠻難過的 老實說 對啊 好 那接下來 就是 講一下 我們前幾天的記者會 也講過的東西 那 主要就是在講說 我們法案的精神 那 這邊 其實寫得蠻清楚的嘛 就是這部法案就是 我們想抽 修憲程序 讓公民參與 也不是只有讓立委 有這個選憲 然後我們 想要 實質上 等於是要降低這個舞台 因為 其實如果我們要用 公民先生會議要 想出一部 憲法修正案的話 其實門檻應該相當高了吧 就是 因為 我們還要先 把 我們還要先抽壓 然後讓 一些公民 先 讓一些公民 成為代表 然後他們要來審議 然後 當然他們也不是白紙一張 就來審議 他們可能要先經過一些延時 就是 了解一下 憲法 應該有什麼樣的內 其實講應該有什麼樣的內 也不太好 就是說他們要更了解說 憲法 憲法的意義是什麼 每個條款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 也要花相當多的時間 跟金錢 那 所以說 如果最後 這個成功的話 這反而其實是比憲法修正案條文的 宣言程序還要難 還要高 然後 打造憲政共同體力室 那 那這部法律是怎麼樣的法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最後決定是任務法 原則上就是 2018年這一次而已 2020年 我們是有放一個條款說 2020年還要再修憲 就是直接這樣規定 但我不知道 2020年 我們會 我們的修憲正案就會變成什麼樣子 好 然後 在這部法的規定裡面呢 我們會取代 憲法院的修憲文會 還有什麼 然後 兩階段 兩階段 這個 台灣 憲法 改革路上還蠻多 兩階段還蠻多的 國會議員跟公民代表是協力關係 這邊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最後 選擇的那個 模式 公民簽證會 組成的方式 就是 國會議員跟公民代表 一比二 這樣 就是說 因為我們考量到說 像 避免有冰島那樣子的前車之鑑 就是 國會最後不滿一帳 因為你根本就不讓他們猜你 怕 我們就怕最後會這樣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不會影響 立委的修憲權 就是說 我如果他們 有辦法湊到人的話 那他們也來 搞一個自己 按照原本的傳統修憲模式 要來跟我們競爭的話 那也可以 當然是這樣講 因為如果我們 排除這個的話 就會危險了 那這部法案就不效了 然後 第一階段的議題 2018年議題 會予以憲權 審議的深度 失效 對 那 其實我們 現在設想的議題呢 呃 我們的規定是 至少要包含 國會選制的改革嘛 然後 18歲 18歲投票權 真的要出門檻 對啊 還有修憲門檻 一定要包含這幾個問題 但是其他我們不設限 就是說如果公民先生會議 他們自己覺得說 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討論 然後他們也來得及 成的達成決議的話 那當然也是可以再加新的議題 沒有關係 好 那麼 程序上呢 我 就是這樣 那這個 其實 再講下去我覺得是有點複雜啦 呵呵 大家就是 看看圖 之後我們來看看 看看時間好了 然後就是我們規定呢 是這個法律 這個程序法 要把剩下或四個月內 必須要造成公民先生會議 然後我們預計在2017年12月31號的時候 必須要把修正案 就是公民先生會議的修正案 要送到立法院去 讓立法院有半年的時間可以講義 然後 然後最後5月31號的時候 要趕快公告 因為這樣子可以趕上2018年11月的地方選舉 對 又是9回1選舉 好 好 那最後就是這樣 那 呵呵 算就結束了 對 好 那 我想我 不論就是先到這邊 那 大家 因為我還是 有點難 有點不太知道 大家到底想要知道什麼 就是還是盡量請大家問問幾人 然後我可以再來給大家這樣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他們 兩位很深入的 分享 那 因為我覺得其實 其實 今天我們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主題是 相對我們 過去的 摺武在台中的一些主題 都相對比較深奧一點 就是比較深陰一點 那沒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在 針對公民憲政會議也好 或針對像是憲法 人權這樣的議題 在過去台中這幾年的摺武 我們也討論過好幾次 那甚至包含我們 剛恩恩提到這個公民憲政會議 曹根論壇 在台中的摺武 我們也辦過 那我們甚至也辦過 曾經在台中摺武 也曾辦過兩場的這個 曹根論壇的主持人培訓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 憲法或憲改這個議題 好生硬或者好難 距離我們好遠 跟我們生活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可是即使它是一個很 對我們來講 國家來講很基本的東西 可是其實它不見得說一定是 離我們多麼的遙遠的一個概念 那嘗試著說從我們這個 在很多的討論裡面 再去凝聚說 其實你如果真的覺得它艱深 那你要提出 你為什麼覺得它艱深 為什麼覺得它困難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點上面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討論的一個機會 那從這個討論的機會裡面 我們去形塑剛剛提到了 這個對於憲法也好 比如說我剛剛其實有一個疑問 我剛剛很想直接先問你 那我先問好了 那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如果有什麼樣的提問也好 或者是什麼樣的意見回饋到他們身上 也都很好 我們待會先收集一些意見 好不好 那我應該你提到2018的一些那個議題 是不是 那是哪一些議題 因為我很好奇 那為什麼會定義在放在2018 這樣子 好 然後有沒有人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看法 來 我一個問題 對 就是 我們台灣人其實對於法律的概念 很吸引吧 就是很粗淺 對 其實到很多人都沒有法律上之前 包括我們以前的法律人 對 那我們要 也是說題外話 那我們要幹什麼樣去 就是 在這段時間內 去增加 就是社會大眾 對於這種法律的常識跟值 就這個問題 那問題我一個人幫你問 沒關係 你常識會 雖然這個問題也滿大的 就覺得 如果 我們 我們 好 沒關係 嘗試 沒有其他人有什麼 然後 好 這邊一位 等一下我要舉出我的第二個問題 你要問嗎 因為我剛剛問了 因為其實剛剛呢 有提到一個說 他發現這個 所謂新政治 或第三勢力 裡面對於 反而 因為比如說 你提到這個 比如說參與市議案 竟然是由一個國民黨的市議員在提 還是什麼 那為什麼所謂標榜 新政治或 這個第三勢力 呃 為什麼他們沒有提出一些 像類似公民 公民憲政會這種 比較更基層的這種 草根論 然後 你剛剛 應該或者說 政府在做這時候 為什麼沒有 我覺得沒有很清楚的 正面在回應 從 新政治或 他們怎麼去回應 政府做的是假開放 OK 我覺得這一點 我想要 待會兒 你可不可以再多 深入談一點 這樣子 好 請 請說 我想請問你 你剛剛有說 代表性跟那個 專家 這個好像你說會有矛盾 啊 因為 可能有些都是專家的意見 其實專家意見不是很好嗎 你剛剛說 還有說 有好幾個團體 那有哪些團體 你有沒有參考他們的內容 那最後我問 為什麼要半年內 讓立法院來審理 如果半年是夠不夠 謝謝 就是專家意見出生很好 好 那為什麼 專家政治的問題 還沒有人 還是我們先這樣子 然後讓他們兩位 先做一些回應 是吧 我想一下 那個 你說如何 提升我們對法律的意識 那我們可以先確認一下 什麼叫做確認 提升對法律的意識 你說的是 就是 更懂 更了解 法律的規定的內容是什麼嗎 或者是說 應該說認知到憲法的重要性 認知憲法的重要性 對 憲法的意思嗎 還是說 整個公民的法治觀念 嗯 我覺得都有吧 可是 就是我目前主要的目標是修憲 那就先從修憲這部分開始 讓大家會有這個 這種 去想要就是 投入修憲這個運動 嗯 我覺得 這個的話 應該就是要 必須要靠 懂的人 然後 就想去 寫 簡單的東西 就像福旺那時候 懶得包一樣 對 但是懶得包也會有問題 就是過於簡化問題 對 就會有 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那 如果要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最後源頭還是要比較 大法官或是法官 這樣子 因為我們 我們的判決型實在是太難懂了 因為很多的東西真的很難懂 那 有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 國民黨從中國大陸帶來的一些利益稿 都現在還在提點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真的是 對於普及 對於法律的知識來說 真的很不容易 那 有一些 有一些 法律專業者們 甚至還會覺得說 喔 這個就是我們的專業 就是可以解讀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的專業 那我覺得這個 就是不利於 培養你們 公民 對於法律 或是憲法的意識 對啊 那 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的話 那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首先就是 可能憲法解釋 或者是 法律的判決 要再寫的簡單一點 那 再來就是 第二個就是要靠 真的要靠懂的人 如果是學生也好 或者是教授也好 真的是要盡量的 恩 盡量的去 介紹 國家有什麼樣的憲政問題 對 那 再來呢 就是憲政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台灣 一直以來 好像憲政問題 都是被化約在 中央政府提供 我覺得都是行政立法司法 總統立法院 這類的問題 那我覺得就是 另外一塊 另外一塊 宗教組長的部分 人權的部分 這個就是 比較 嗯 該怎麼說 就是 能夠講得出一些內容的原因 會比較少 嗯 對 那 我不知道這樣子 就是有沒有算 能夠回答到你們的問題 對 那 或者是你想要繼續追問 也是可以 那 就人權這個問題 我們還要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就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到底會放我們 就是身為人員 哪一些 人權可以 身為人員 那 所以你希望我們現在 列舉可以給你 這 真的很透明 沒有 我是好奇 喔 這樣的話 就是 當然可以從頭開始被動 很透明 來 那我來講一下 其實我們之前 有一場折舞 也是剛好就是那個 人員猛 來跟我們討論說 對於新國家的人權的展望 那其實就來談論到說 他其實跟憲法裡面 因為那一場是 許惟群老師來講 所以其實談到跟憲法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人權上的基礎 就是說 我們如何再去建立 對於這個人權 比如說 從政治權 經濟權 這些基本的權利 來設想說 那我們對於憲法 又應該要去怎麼樣 從人權的角度 把我們的憲法做得更好 或是把他關照的更 那個範圍更全面一點 這樣子 可以去Youtube 只有我運到長在一起 這樣 好不好 先然後再繼續 好 再來回答中理的問題 那個就是 為什麼2018 是那幾個 學了哪些議題 然後為什麼 那 第一個是 就是修憲門檻 最重要的 那 修憲門檻的問題 就是我想剛剛講得很清楚 對 那也是一個非常破切的問題 然後 應該 多少也可以算是有夠不夠的問題 對 好 再來第二個就是 18歲投票權 這個 就是 呃 就算 我記得 沒錯的話 可以被稱為 就是 先進民主國家的 還能夠維持 就是 把投票權限制在20歲以上的話 可能只加台灣了 因為連日本已經修法 而且是 朝野大黨 一致決 通過 要不要讓 就是20歲到18歲的人 可以投票 那我想這個在台灣 呃 上一波 就是我們在 修憲創意 就是希望立法委員可以 可以修憲的時候 這也是我們自己所說的 優先條款 那當然當時 這個之後失敗是因為 國民黨一定要把 離民就是可以規定 他島嶼裡面就好的東西 硬要拉到線 往上面來 然後說 綁在一起說 你不過我們就不要你過 對 好 所以18歲投票權 這個算是捲逐重來 所以你要什麼 呃 就是 我想應該也是不用太多 太多解釋 那最後一個是 最後一個是 就是 就是 喔 還有一個國會選制的問題 對 也是國會選制的問題 那 呃 就是如果大家有去 查過的話 有去 好奇去調查過的話 呃 我們的國會 立法委員呢 呃 得票數呢 跟最後得到的議席數 其實是 呃 中間是有落差的 嗯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剛剛我沒有跟大家講 加拿大的 A市省 他們 弄了這個公民憲人回憶 就是因為他們也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呃 明明得票率兩檔差不多 可是 習次最後選出來的習次結尾 卻是8比2左右 就是 非常的誇張 然後 所以他們 就 用國會的預算 然後 把國會選線外包數據給公民 然後他們來開一個會議來決定說 我們應該要採取什麼樣的選制 就是才可以公平的反映我們的投票 對 那 台灣的問題就是 當然 除了我們的 就是除了得票率跟 最後一席的問題之外 我覺得 也很重要的問題是 呃 每一個鄉鎮的 不是每一個鄉鎮的 每一個縣市的 呃 呃 代議率 呃 就是 人口數比上 他們的 呃 呃 立法委員的比例 是差很多的 也就是說 但是 我們不能夠說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說 欸 你們這些 比方像東部 東部三線 人那麼少 你們可不可以一個人代表就好 但是我們也可以這樣子 因為 其實憲法也有規定說 就是 憲法證據才會已經規定說 每一個縣都至少要有一席 那 那 對 所以說 我們不能夠剝奪金門馬祖 東谷 或者是一來歡迎台東 這些地方的 人的 呃 就是選舉立法委的權限 那我覺得 可以解決的方向是 我們 就是 呃 不要 呃 我們提高 我們的立法委的總人數 然後 把多的人數呢 拿去補那些 待遇率落差太大的地方 呃 我之前 次有去調 次有去看過 新竹縣 就是 新竹縣就是一個非常 呃 落差非常大的地方 新竹縣的人口呢 其實是 宜蘭、花蓮、台東 不是幾倍 但是他們一樣只有一席而已 對 人口數就是 可能有差到一位數 就差一位數這麼多 但最後 他們都還是持有了一席一席 這是我 沒想到辦法 那 所以說 這個問題當然也是很過切的 那 尤其剛剛有提到說 他們分區立法委員的分配門檻 也要降低 這樣子 對 不知道 這樣子說明有沒有多清楚 我可以補充 好 就是 我先說的有點抱歉 就是我們號稱要國民參與 然後要擴大 擴大討論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講得很堅設 對 就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我想要再重新把 如果今天上面的都忘記 我希望大家記得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推程去把 我們第一步線改 一定要降低修憲門檻 然後降低修憲門檻的方式 如果是擴大公民參與 來降低修憲門檻 讓更多公民可以參與 未來的修憲 那就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事情 有一點怪 對不起 講得有點怪 為什麼要降低修憲門檻 因為我們要讓公民可以參與修憲 參與憲改 那我們要怎麼讓憲改的門檻降低 就是我們要先用法去參與 把修憲門檻降低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我要擴大參與的方式 就是我先擴大參與 然後把這個很高的門檻給幹掉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一個最合適的精神 所以其他的議題 我覺得如果都沒有 很熟沒有關係 可是真的千萬要記得 憲法是我們一個國家的共同體 所凝聚的一個 有人講過憲法是能品寫給國家的情書 就是我們所有的事情 是照這個憲法來規範 我們期望的國家 是用這個憲法來支撐整個架構的 但是我們卻那麼難接近他 那個門檻卻那麼的高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剛剛其實有講到18歲 跟國會選之 是我們覺得另外兩個要放進去的議題 但這個其實我必須說 它不是非常確定的版本 因為我們其實當時覺得 為什麼一定要塞其他的議題 而不是只有修憲門檻 所以我們才記得國民黨那個例子嗎 國民黨為什麼想要改成內閣制 朱立倫為什麼想要改成內閣制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選不上總統 所以他不要總統制 所以這就可以看出來 修憲是需要有政治誘因的 我們不可能說一個理念 然後就理念、理念、理念 然後我們就會成功 其實一定還是要考量 修憲的過程 我們就是需要去拉扯 政黨之間他們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那個最後的議題 也許18歲跟國會選之 到底會不會在最後我們的議題名單裡面 我覺得也許不是那麼確定 或是說是不是只有這幾個也不確定 但是我們絕對絕對不能讓的 就是修憲程序一定要講第一 然後剛剛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大家的憲政意識 沒有辦法拉抬 其實我自己會遇到一個困境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文層裡面的困境 就是其實很多獨派團體 會不太喜歡我們的方式 因為我們還是要走修憲 那時候中華民國憲法 一台就沒有正當性 我們應該重新制憲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憲法 意思是脆活 如果是因為我們真的對這個憲法沒有什麼認同感 我們的手度不是在擔心 所以我們根本不認同這個憲法 這是很大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如果真的要走制憲的話 我覺得也許 我不知道怎麼去想像 我們到底要怎麼重新制憲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到 我覺得可能是中國的危險真的 達到我們有同一的危機的時候 也許我們才會制憲 但是在這之前我覺得 透過修憲或是我們在既遊的 這種高門坎的管道裡面去掙扎 我覺得就是提升憲法意識的一個很重要的管道 因為我們就把這個危機意識給弄出來 然後我也說 就其實我一開始也不懂憲法 也不懂法律 可是我覺得真的需要一點努力 是去推廣去溝通 我覺得是會有 我覺得可以看到顯著的進步的 至少在曹分論坦裡面 我看到的是這樣 其實你給他們一些文章 一些籃包 然後到現場聽專家學者 其實可能只要講個二三十分鐘 你對那個議題的概念就可以掌握 你可能詞沒有辦法講得非常精確 可是那個概念也是可以掌握的 而且你明確的知道問題存在哪裡 就是一個小的回應 然後剛剛我的部分 剛剛有 是總理講的這個新政治的這個部分 就其實這個好像看似跟憲改 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因為我剛剛有講 其實我一開始不太懂憲法 我是因為那個審議 然後還有這個擴大參與的概念 然後採到限動網去 然後因為一些機緣 然後也接觸到一些公務部門的 一些比較末端的工作 所謂末端的就是說 譬如說台北市的參與式預算 是區公所推動 區公所非常的末端 但是我因為有些機會 我就接觸到了很多的區公所 他們在推參與式預算的這個過程 然後就會看到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不甘心啦 柯文哲講愛voting 然後柯文哲講參與式預算 大家會覺得好棒棒我們公民參與了嗎 我覺得大家怎麼這麼容易被買 就是被首部被收買 所以就是被摸頭 然後就覺得 因為之前真的太爛了 所以現在這樣就不錯了 我就不可以這樣子 特別是 我覺得我特別會期待的是 當你已經說 你就是要進去體制內的 新政治的參選人也好 或是將來要叫出什麼位置的人 我覺得你除了要可以戳破那些 看起來很進步的東西 其實沒有那麼進步之外 我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也必須要了解 柯文哲在推參與式預算 他丟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口號 可是區公所的人 這些基層的公務員 到底怎麼看待這個進步的政策 他們如果其實非常的不滿 他們工作已經這麼多年 還帶給我額外的工作 他就不會把這件事情做好 所以你再進步的政策 只要過端的人執行不好 他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產生一個什麼多進步的效果啊 那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看到的一個現況 或許我也不看待農政怎麼組織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有意 要成為那個位置上的人 那應該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去了解 因為現在各個縣市政府 中央政府都在丟出一些看法 看起來很不黑箱 看起來很進步的事情 所以可能會 也許其實是有點不甘心的心態 然後還有 對新政治有很高的期望 希望他們可以處理非常多事情 但我也知道很難 對 就是一個期望而已 也是給大家去參考 然後還有 剛剛是不是還有一題是 是專家是不是問你 對 專家政經 對 專家呢 就是 其實我剛剛 如果是按照我剛剛講的脈絡的話 就是我的意思其實 並不是說 專家不好 一定要讓公民完全自己做才好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 我們在 我們在討論 公民憲政會議的優劣 在立地的時候 我們 我們要考慮的是 專家應該在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是我們應該要考慮的 不是說完全排除 而是說 他們應該要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 既可以讓專家的影響力 進入整個審議過程 然後 而又不會讓公民代表 完全是被專家 牽著鼻子走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的 公民憲政會議裡面 其實在組成公民憲政會議的時候 最低的階段 就是公民代表們的 演習的階段 我們叫做演習階段 就是需要一些專家 來告訴公民代表們說 跟他們介紹一下 憲法是什麼東西 然後 讓他們 有一些 憲法的意思 然後 讓他們知道 要怎麼樣審議 或者是討論一件大事 對 那 所以我的意思 並不是說 專家不好 而是說 我們應該要考慮 專家 要怎麼樣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參與到其中 對 那 還有 等一下 還有 我記得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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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立法院審議半年夠嗎 因為 就是我們當初 在審法條的時候 整個時程已經非常改 所以說我們 就是 真的是 該怎麼講 因為我們一定要用 2018年的學期 就是往回推嘛 所以說 然後 但是我們又不能夠 讓公民先生會議的 審議時間 太短 那 其實 呃 當初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 當初是 應該就是大家討論說 那就讓立法院也有半年時間 可以審 就是一個會期的時間 對 就是一個會期的時間 讓他們可以來審 來審議 公民先生會議 送出去 我稍稍補充一點 就是 其實立法委員不是從 那個半年才開始參與 公民先生會議裡面 就會有一部分的 就是立法委員了 對 所以其實他們 也不能說他們真的在 那半年才開始想這件事 其實已經醞釀了很久 而且我們是想像說 如果說真的有辦法讓 國會議員跟公民代表 一起在公民憲政會議裡面 達到一個共識 可以形成一個草案 那那想必是 共識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然後正當性會非常高 所以我們想像在立法院的 審議的時間 我想應該是不會需要 超過公民憲政會議運作的時間 因為那個時候 公民跟立法委員 已經在一起討論了 對 剛剛提到是專家 其實我也不是念法律的 但是我跟剛剛一樣 我是社會學背景 那其實我們在談到 專家政治的旗幟裡面 其實我們有一個概念叫 風險社會 一個社會學家提出這樣的概念 其實專家政治某種程度 它就是會造成一個風險 那你看我覺得很明顯 這件事情就發生在台灣社會裡面 從過去國民黨就是主張很精英的 權威式的一個政治的手段 然後但是他們標榜的是 就是用一個專家學者的一個符號 放在這個政治的裡面 所以造成我們對專家 有一個很特殊的一種 你知道嗎? 仰望想像 所以你看到我們過去 劉兆權當院長 再到了誰呢? 當院長呢? 江儀化 這些都是非常所謂的專家學者 可是專家學者 也跟一般的民眾 產生了許許多多的距離 那他就造成了一種 社會上的一個風險跟負擔這樣子 那我想最後還有沒有人 必須要再提出一些意見看法或問題 好不好? 一定要提 有嗎? 如果沒有我想我們先在這邊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啦 那我們先在這邊 把就是告一個段落 好不好? 那待會如果你私底下還有一些問題 或意見想要做一些交流 我想兩位講成都還是很歡迎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那我們先 今天的 我想今天的折舞 這一場折舞 我們先到這邊暫時告一個段落 那是不是請 我們開場的主持小奈 做一些 預告 還有那個 這個 我今天在這邊 跟大家做Andy好了 不好意思 我要站在這裡 快這裡 好 今天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個星期的折舞 我們講的主題是 關於青年共同住宅的一個概念 有時候想一想就是 是 一種 那樣會想潮流 就是說 人們怎麼樣相處 組成家庭 其實 會跟著時代的變化而演進嗎? 我記得小時候 讀社會的課本會跟你們講到什麼大家庭 然後核心家庭 或是小家庭 那其實 以台灣這一輩年輕人來的關係 大家都會希望組成小家庭 比較會不太希望是跟可能大家族的住在一起 好 可能有一段時間 我們台灣大部分的成家的年輕人們 是會希望就是 用小家庭的方式共組家庭這樣 但是 這會有一個困境 就是說 像在1960年的時候 丹麥有一群家庭 他們決定就是說 要一起住在一起 他們想要分擔就是 職場媽媽育兒的需求 其實台灣目前 其實這樣的需求是越來越多 就是 像長照啊 托育啊 就是台灣之後要面臨到很大的問題 因為台灣勞工 台灣從小啊 因為前陣子有一個調查 就是台灣的學生的上課時間 是最早上學跟最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這個新聞 最晚放學 就從小就是血害學生 然後變成血害勞工這樣 那 有時候 因為我剛剛好像開始沒有資格 因為我直接是想給老師 然後我看到這個困境之後 你會發現說就是 為什麼需要托育 為什麼需要我們開課後照顧班 或者小朋友丟到安心班 那是因為父母親的勞工工時太長了 這樣子其實是不健康的 就是父母應該說 學校或者安心班 不應該取代家庭的功能 但是目前台灣現在的狀況就是 家庭的父母親 至少這一段時間無法改變到說 我勞工工時可能可以降低 你不要那麼洗漢 所以其實托育這個事情在台灣其實還蠻重要的 那1960年代開始就是 在丹麥有一群人開始嘗試共同住宅 那他打破就是我們傳統 就是認為是血緣式的那種大家族的方式 他是一群人 其實像多元成家 也沒有像多元成家 他不是法律上那個多元成家的概念 公社 對 人民公社 香港嗎還是 共產黨 你是什麼 共產黨 共產部落 司馬布斯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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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司馬布斯玩 所以大家很開心 對 好 那下個星期會邀請到台大神鄉所畢業的潘興隆 然後他會跟大家分享說 他從2015年開始 他在台北市有跟幾個朋友一起做了 五間實驗中的共生公寓這樣子 他們有嘗試就是說 稱作酒樓 他們有嘗試就是說 把客廳轉化成共同工作室啊 或是說那兩台 感到成可以念出間喝咖啡的空間 那其實是我們 未來成家的一個新的想像 跟新的一種方式這樣子 好 那大家一定要到這邊 很期待就是 下個禮拜可以看到大家 好 那一定要在這 對 我知道我在這裡 因為哲學星期五 我們在台中已經兩年多的時間了嘛 那我們從今年初開始 比較想想來 那其實哲學星期五 能夠長期維持這樣的運作 都是有一群無常的志工 包括現在正在拿麥克風的我跟總理 或者是像是直播 或者攝影志工 包括寫文案 包括找講者的所有志工們 都是原本來自各行各業 那我們就是抽空來維持這樣的一個公共的論壇 那可是我們會給講者就是 微博的車馬背 真的很微博 那希望可以維持這個公共論壇的話 就是非常希望大家待會兒走的時候 如果覺得零錢太重啊 好 零錢不嫌少 鈔票 對 不嫌多 對 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 有一次有人丟一千塊 對 對 好 好 那就是希望大家經過的時候可以抑注一下 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哲武的明信片 好 那就是這個週末兩天 我們會在那個中虛構生基地的離川市集會擺攤 那也是會有一些抑注的商品這樣子 好 不好意思好 試試看 好 就照這樣 好 謝謝 那感謝大家今天參與哲武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 好